亚运会女团四分之一决赛过半,国语女队3比0苏生马尔代夫率先晋级四强,紧接着泰国队同样以3比0取胜中国台北女队晋级。 这样一来,中国和泰国将在明天的半决赛中相遇,今年游杯的半决赛将重演。 这一次国语女队能否为游杯复仇?游杯的势力让国语女队陷入口诛笔伐中。 自1984年国语女队首次参加游博杯以来,中国队每届都至少打进决赛,本届则是34年来首次无缘决赛,泰国队则是通过3比2取胜之后,首次闯进决赛。 在游杯中,三名女单全部失利,陈宇飞和高榜杰均是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,被泰国选手殷达农和金达鹏实施逆转。 而李雪瑞带并上场之后被泰国三单横扫,最终国语错失了进入决赛的机会,游杯施力带来的后果并不全是负面的。 至少我们看到陈宇飞和和冰胶两人,在之后的比赛中明显掌球,特别是和冰胶,在马来西亚公开赛,尼尼公开赛和世锦赛中的表现完全比之前提升一个档次。 他分别击败了英达农、山口西、金渡以及世界第一代资影,实力暴涨,本次亚运会,中国女队签运很好,首轮轮空之后,第二轮在玉醉弱球队,目前为止基本没有消耗。 再加上女队憋着一口复仇之气,而且远离了泰国队的主场,相信在明天的半决赛中,国语女队势必会为游杯复仇,顺利晋级女团决赛,中国女队已经连续五届拿到亚运会女、团冠军,本次想要实现六年冠,最终难免会和日本队进行一场血战。 日本女队虽说整体实力均超过国语,不过从今天他们与印度队的比赛来看,女单选手山口西,奥远希望的状态并不太好,希望国语能抓住机会,为六冠孟加油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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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